City Walk 不花钱 香港人急坏了是吧 连住都不住酒店 甚至还有人 在一些网络平台 焦虑怎么在香港 几花 就可以不花钱睡觉 City Walk也不花钱了 就算他去逛小店 他们逛得很快乐 可是不花几个钱 结果香港政府 花了一大堆钱放烟火 然后搞什么活动 人是来了 用粤语来说 忘财不忘帝 忘帝不忘财 忘帝不忘财 就人多但是不花钱 对啊 然后以前像我们 作为本地的人 还周末可以去山 去河边 海边走一走 现在去都是人 在香港好像每一天 都过着五一城下旗 都是几个人 你带头 这个前提啊 相对这个地方 是要稍微封闭一点 这个一个小体量的 张老师您说 这个城市的机理 您最爱说机理了 这个机理呢 跟这个城市的交通方便 它有矛盾吗 不矛盾 怎么说 城市只有一定密度 这个密度呢 其实有一个 美国的学者 他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的有点极端 可是就说不出这个意思 就是说 什么是一个好的城市 是在最小的范围里 有最多的选择 就刚才咱们讲 吃饭 如果只有一个 不管它多大多好的 就一家餐厅 那个不是城市生活 而是有各式各样的选择 那个构成的呢 是一个需要有 街道相对比较多的 当然街道是小的 然后当然有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小 刚才讲街区的块 构成的城市 我那个 我们在纽约住的地方 就是这样 是在大概 可能真的就是符合 那个15 所谓15分钟步行生活圈 所以从我们家 往不同的方向 特别是向北 向南走 各走大概就是8分钟吧 超市有多少间 超市可能有五六间吧 当然它有一些不同的 这个着重点 然后电影院呢 有几家 有四间吧 我们家旁边就是一电影院 那电影院呢 不是每天开 是周五周六周日开 然后周一到周四 是一所就是大学 是一个学 当然都是演不同类的电影 然后眼镜店可能五六家 他就他否则的话 他就是我觉得 他就不能回答 真的就是为什么 有些人选择住在城市里 你要付很昂贵的这个房租 或者你买房子也很贵 你换来的是什么 难道就是那个小小 在纽约小小一套公寓吗 其实它是这个 整个这些资源 就是交流性的网络 对 它有社会性 交流性的网络 所以这里人有密度 又回到就跟刚才讲 那北京市 我在街上就 在纽约街上 我也没有认识 北京那么多人 在街上还能撞上老朋友呢 他根本不知道 我在那里 给他走过来 因为大家都在那走 我常听说 有个失败的例子 是洛杉矶是吗 对 修士顿什么都是 他就属于一种 这个城市需要开一个小时车 没错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对 绝大多数的美国 其实跟洛杉矶都一样 那个曼哈顿的有些区域 就是真的 其实跟香港也是有这面 可能除了港大那块不太好走 其他地方的确你都可以走 再加上搭替地铁 加上公交 够了 你不需要 你可以拥有汽车 但是你不一定非要拥有汽车 但你看曼哈顿堵车那个堵的 就是吗 他要付代价 对啊 你为了这种说的生活 所以这涉及到一个谁的利益为先的问题 对吧 你说如果是密度很大了 那会不会造成另外的极其不方便 反正从香港看 从曼哈顿看 好像不是 这个密度带来的益处 可能多于那些问题 但是不是现在这是一个题 几乎是 几乎是没解的 似乎有过解 就是一个城市 当设计的时候 到底能容纳多少人 您在北京喜欢上哪逛 没地儿逛 没地儿逛 就因为我们家呢 就住的离三里屯特别近 在三里屯还会碰上朋友 您是特别爱走街串巷是吗 喜欢 喜欢 真喜欢 上海所以我还是喜欢 前年我们俩我还请他去 我们拍那个我们一个纪录片 就《枪枪行天下》 就是江南 哎呀去江南很多小镇 哎那可真是要照您说的 那理想全在那儿呢 就是这个小桥流水人家 而且就是很多小店 走走走走走 可是呢 好像呢 很多也就在破败 老人才在这儿待着 那就是年轻人 他要住那公寓楼 他住那个那个就是 好像现代化的这种 这种房子 你让他住在这儿 除了少数文青 比较留恋这儿 我就 所以我说您说这人 这是适于人的生活 但是实际上他似乎在 怎么说呢 在衰退 是 但是也不一定 这是一个唯一的命运 因为现在呢 这要回来 要感谢网络了 本来呢 其实很多 就像北京上海 我估计深圳什么 为什么年轻人 还会留在这儿 还会来这儿 就是什么北漂 哪漂 是因为这儿 有各种机会 对 可是现在这机会呢 也可以说还在这儿 可是你不见得 非得住在北京 哎 才有这机会 对 所以你可以住在南方的 一个小镇 其实你工作的那个公司 是在上海 可能每个礼拜 比如说 现在搭个火车进城 就去工作一天 他们现在好像我 我看他们有些搞音乐的 搞摇滚的什么 都往南边去了 就住在绍兴 对 都住在那个附近 或者温州附近的 那个南西江那边 他们就会有一些 可能那儿还有一些 关于音乐的活动吧 可能是什么 所以他们在那儿 做音乐成本啊 各方面的话 也挺好的 他们就从大城市面 到这些边远的地方去 实际上你一讲的 这个一些水乡啊 或者是老的那种古镇啊 什么年轻人少 最主要还是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问题 所以大城市里面 它是可以交流的 在小的地方 我就跟七大姑八大姨 天天就是 这个圈子就这么多了 我干嘛 所以都年轻人之间 他可能有一些新的 一些欲望和不满足的地方 他哪怕在北漂 或者到上海去打工 他再辛苦 他觉得我有进退 我可以接触到社会 我可以有更多的 看到的戏剧啊 接触到最流行的 对 最国际化的 国际化的 或者我需要的那些 精神产品的东西 他这个城市 给他带来的活力就不一样 您是喜欢住在大城市 还是喜欢住在小城市 大城市 你也是吧 我是特别喜欢大城市 到任何大城市 有时候就 有一奇怪的感觉 我可能从来没来过 可能就感觉到家了 就特亲切 那为什么呢 大城市给了你什么呢 不是 我觉得这就是 人可能分两种 就两种 这个我 我就属于城市动物 有一种属于乡土动物 也可能是北京出生长大的 我们就认识这样的朋友 真是爱土啊 巴掌大一块地 种一点东西 就特高兴 那我们 这农耕的基因 哎呀 就是不太理解 因为其实这又 回到一个干净的问题 像我妻子也什么 好像觉得土就不能踩下去 跟那个喜欢土 还得捧在手里 那个 是另外一个 它实际上就那种丰富性 就是从那物质的到文化的 都感兴趣 其实这个像北京 当然我 现在是第一个太忙 第二个实在太不方便了 是交通是两方面的 堵车是一方面 没地方停车是一方面 所以就 守着北京 文化生活并不是很多 这个真是太遗憾了 而且现在贵的程度 我估计好多年轻人也受不了 万而却步了 对 看场音乐会啊什么的 挺贵挺贵的 所以这是真是 全球都有个大城市病 可是没咱们这儿这么厉害 是吗 像其实纽约很方便的 是不安全 是因为最近 就是整个人的社会动荡了 那您觉得已经这样了 还能 还能改 能改吗 只要把这个观念 转过来能改 就当然在某个年代 我们曾经是崇尚大 是吧 全高 是吧 现在看来这个时代 真的是应该过去了 要再不改 真是我觉得 城市没细胞了 我那个 就正好这两天的事 今天那个 建筑师杂志 是一本 就是中国挺重要的 就建筑 建筑领域的杂志 就告诉我 他们呢 请我呢 给大学生 今年出一道题 是个设计竞赛 我出的那道题的题目 就是俩字 缩接 因为从 缩窄了 缩小了 它实际上呢 从那个2016年开始 实际上咱们的人口 就开始持平 16年以后呢 就下来 现在开始 不是这样下 是开始这样下 对对对 这大家都知道 所以鼓励生孩子嘛 对 对对 生三个什么的 生三个 已经算过了 都 就挽救不了这个 这个趋势 这个当然就是 我也我也不知道 有什么办法 可是我的问题是 现在那么宽的街道 就是举个例子 实际上 再过几年 它就没有这需要 因为人少了 公共交通发达了 你还要这么宽的街道 干嘛呢 那土地资源 又那么紧张 那是不是 一个现在 就是来往八道的 一条马路 可能只需要一半 多出来那 那四道的土地 做什么 其实这么大题 今天那编辑报告 说好像反应还挺好 缩街 缩街 真的是 你其实我觉得香港好逛 也就是因为香港 有好多小小的 没错 宅宅的街 就是港岛 不管一个城市 多大多小 怎么样 有一个关键 你如何去使用这个城市 给你一个短的街道 要怎么样 你卖的那些小店 文涛里刚说 里面卖的都是一样的 它都是可能 从网路那边批发过来的 它不会用心去守着一家店 慢慢降 攻障 降人 一代传一代 他们不需要 它网路那边去拿批发货 然后就卖 给你一百家的小店 都是等于一家店 没有用 没有个性 你如何使用这个城市 然后说到香港 香港当然有它的很多的优点 可是有些地方优点过头了 又怪怪的 比方说过度管理 比方说香港有一些文创区 因为我亲身经历过 过去二十年 也说北京都有七九八 我们香港也要弄 这个文创区 那个文创区 结果怎么样 香港的管理概念很严格了 文创区是什么 交酒玩舞 然后里面不准吃喝 不卖吃喝 然后甚至有些还不准拍照 你稍微坐在那边 就有管理员过来 叫你起来 这个那个 那你在其他的公共场所 可能适合 其实也不一定适合 那何况在文创区 文创区来的是文青 或是说对文化艺术 比较有自由追求想象的人 对吧 你把它管得像小学生一样 那根本抹杀了那个创意的精神 人家里面 弄得有些地方弄得跟景区 景区管理是吧 就像个景区公园 不过刚才家伙讲这个匠人呢 我都突然想起来 张老师 说您对这个匠心 也有一个自己的理解挺有意思 也没什么特别的 当然这是美术 设计 然后建筑 这些行当嘛 这些领域呢 它实际上跟那个真的 比方说数学哲学啊 工程科学最不一样的一点呢 它实际上是跟这个感性世界打交道嘛 它是手脑并用的 可能不是仅仅通过想的 或者首先不是通过想的 而是我摸到它 有时候闻到它的气味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匠人最重要的 其实也是这回事情 我自己也是有一个体验 我其实特别不能动手 我在北大的时候 那院子里 北大校园里 还是零岁的一块什么石头啊 什么的 有天我看见一块石头 哎不错 我就想给它搬走 我看大概 跟我一样 这么大 这么大 搬的就是我们那个研究中心 小院里去 我就看那个石头 我就想象 四个人 当时自己觉得也是小伙子 当然早就不是 三个小伙子 加上我 说咱们给搬走 结果我们到那儿 还绑了绑什么的 像 纹丝不动 然后 又找四个人 最后 把这块石头搬走了 搬得也哼哧哼哧的 搬过那块石头 再想一个歌特式大教堂 那个石头能做的 这么精致的一个拱 在空中 你想那个就多了不起 太难了 所以可那石头 并不是一个轻的材料 是人家 那个酱液 当然也有那个真是酱心 使得材料 像石头一样重 但是它用得如此之轻 所以没搬过石头 根本不懂石头 没摸过木头 你不可能理解木头 还有材料的温度 当然就是各式各样的 还有在不同的加工方式 它会怎么反应 今天呢 当然就是学美术 学设计 会是这么考虑问题 其实即使你 不是学这些专业的 而是学其他 可能相对来说 更形而上 更抽象 你要学一点 这个等于这个 感知的方面的 一种饲养方法 和这个工作方法 其实对每个人都挺好的 甚至对生活 可能都会更热爱 更理解 感知材料 上回我们这个 去杭州不是还采访 那个王树吗 得那个普利兹克奖的 这还说一下 王树得普利兹克奖 但是普利兹克奖的评委里头 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就是咱们张永和老师 您是评委 他当时就是说 我就是要发扬什么呢 关注小的东西 小的东西的价值 阶也像您说的 这个缩阶 但是看来这个小 也需要咱们这个 等于说心灵 这个感受力 尺度也可以放细一点 对 敏感度 敏感度 你对质感的 多操 多平 多滑 这个你的 你把它自己 想象成是一个盲人 对 你去摸一摸之后 你能体验它的质量 是吧 它这种就跟衣服的 这种麻的 棉的 是吧 毛的 它都是不一样的 可是我作为父亲 有时候就很自私的 说 我的小孩千万不要学得 那么懂 不然就花我的钱 是吧 真的 他都追求 这种才叫好的布料 好的木头 他就去那个 联所 那个Fast Faction 快时装 现在流行快时装 就如此类的 但其实是这样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尽量的让你的儿子 掌握好自己的感受和美学 是给他省钱的 那当然了 你比如说 我们就是看有一个 日本有一个收藏家 也是做这个经营的 一些古董东西 叫古美术 他给了一个称号 叫古道具 古道具 它不是东西是很有名的 或者是很珍贵的 那些古董的概念的东西 他是比如说 他到非洲去看一个 小的木头木雕 可能是一个凳子 或者是哪一个地方的 一个小碗 或者哪地方的一个搓衣板 他就拿这个东西 去做为收藏品 在他的那个周边 卖的也是十二年 十二年十二年是很贵的 他就是按自己的眼光和评价去挑选一些东西 像个册展人 他的展览 正在那个杭州天 slogan 在座他的那个收藏展 他已经去世了 去年还是前年去世了 叫本田 收藏 就是它是古道具 所以你就是说 不一定要花很多的钱 去买古董 但是同样也可以 花你的心思和你的美学 或者你的判断 你怎么命名一个东西 使它成为一个 具有同样价值的东西 这个是它整个生活 这个相议这事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真的有点重要的 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 我想说呢 就是 这么说吧 就是将意的反面是什么 您觉得呢 我觉得是什么 其实用美术说 因为我觉得 有时候接触了好多人 可是他对艺术 有一个理解呢 是一个人 现在最好喝点小酒 晕晕乎乎的 哗就来一下子 然后一看 可能觉得不怎么样 揉了 然后再来 或者一下子就 就那一下子吧 不管怎么样一下子 那就不是将意 将意是慢慢抠着的 对吧 你一块木头 你想给它弄平了 你用抱着 你一下一下来吧 然后当然就是画图 徐老实话 你要非常精心地去制作它的 那才叫将意 所以太多的 当然有的人可能他画了一辈子 都是那么一下子 就最后也出来可能佳作 可是常常我觉得那个真是违背了 其实艺术里面它有一个制作 当然我们干的这活也是 你一块块砖垒 你就是真正你要是有一个材料 它是通过一个过程 可能还挺漫长的给它制作成的 它是多快好省的反义词 对对对 我最近到了那个地摊 我就看了有一堆东西 它是日本印蓝银花布的时候模具 是厚厚的在刻上纸上的 刻得非常惊喜 那个放在地上 一千块钱 相当于五十块钱 就这样的 我就买了把它好看的 我都买下来 到时候我也给你一个 然后我就准备回来怎么干嘛 就像螺丝刻的那种画一样 我作为一个框 把它贴在下面 它既有工艺 又有包浆 又有色彩 又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它其实就是一个艺术品 你把它重新利用起来 再用它 真的 这个就是在于发现嘛 对 很有趣的 那你当我女儿的干爹吧 教父 教父 教他那个 就是逛小店的时候 你比如看到一个设计的 小的一个旧箩什么的 都很好看 真的 你放在家里 你就放在桌上这个黄花梨 转一放 一点也不输黄花梨的 它的美学上 因为一说这个什么讲究 就容易跟财富挂钩 人家喊了很多人就是说 你们有钱 你们才能这样 对吧 其实我觉得真的不是这样 一个月挣几千块钱 也可以在你的消费层面上 有讲究 像我比如说看巴塞尔 或者看什么一些展 你知道我的一个感觉 就是说这个当代艺术 它至少对我们这些看不懂的人 有一个作用 比如说我要兴起点性质 我想买对吧 但是呢 我比较不会买什么呢 就我看着没难度的 对吧 这是创意 当然是很有点技巧 对对对 就是说这东西我弄不出来 说实在的 我看了这个巴塞尔的艺术展之后啊 我就觉得好多呢 哎我也可以做 它这很简单 几块砖头 怎么怎么 哎 其实我就是说 这也不需要什么钱 哪怕是自己在家里 是吧 所以说捡几块砖 哎我装饰在哪 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跟爱穿衣服一样 它好像就是 其实就是爱生活吧 对对对 那个意大利有一个 艺术里面有一个流派 叫贫穷艺术 哦 就是这艺术家呢 就选择的这些材料啊 就可能是一块破布 或者一块破木头 或者是一块什么东西 把它做成的艺术品 是很有名的一个流派 叫贫穷艺术 他就是说用材料方面 也选择的时候 材料本身既是作品 对 所以什么都得 咱们的这些会想折 有这种眼光才能美化生活 对 它就像一种智慧 所以我老说是喝醉酒的例子 也要冷静想得清清楚楚 你买衣服也是啊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 中了陷阱 去一些商店买衣服 经常买了回家 你就就不会穿了 在那边穿 试穿明明好看的 为什么好看呢 它的镜子 它的灯光 对不对 它那个距离灯光打进来 你穿错 我现在甚至还发现 是不是他们诚心的 有的店那个镜子 好像有点变形 我觉得 不是好像就是 是吧 就是啊 我觉得店里玩的挺高 挺瘦的 没错 回家一看不对了 它那个镜子有问题 还有文涛 所以这个问题很好解释 你也买一个这种 变形的镜子 搁在家里就完了 自我催眠了 还有一个 店员的赞美 对 对不对 店员在旁边 好帅啊 这是最关键的你 对 那你就好了 女店员 女店员 不管男女都好 好帅 然后讲两句 你看你这种身材 哎呦 我都没看过 其他客人穿的那么好看 这件外套 你就买回去 第二天穿起来 老婆说 你买什么衣服 这个啊 那你还得接着买 对 因为你现在是比较初级的 对对对 我当然 入门级的 就是我在那个 日本清景泽 奥特莱斯是这样 我看上一件衣服 我喜欢 其实也是那种 有点老 就是有点老派的西装 用很粗的泥 织的 结果我那会胖 就穿在身上 紧邦邦的 当然勉强西製都能扣上 然后那个日本店员 我们俩也没有语言 无法沟通 他就是给我举一个弓 然后就摇头 然后又举一个摇头 反正我理解这意思 他否定了 他可以否定了 可是我当时就想 我也不能老这么胖下去 我就买这个衣服 回家 一定有一天 让他能穿上 后来呢 穿上了 很久以后 水族私旅 这是暧昧的人 一个励志的事 对励志的事 真的真的 所以这也解决 咱们这个老年问题 真的是就不颓唐 自我的健康 你也会情况好 对啊 现在网络流行说 精神小伙 有没有听 精神小伙 有他们那些 当然很多都乱七八糟的 一帮人 然后精神小伙 连走路都是这样 然后经常越驾 越出来打架 有个特别网络潮语 精神小伙 精神小伙 每个人都穿得像文涛一样 粉红的西装 我就想流氓吧 所以我觉得 应该另外 创造一个词 精神老火 精神老火 或是说精神老头 像我上了年纪了 也要你刚说 不颓唐 不颓唐 对吧 要精神的出来 要我说啊 这个爱穿衣服啊 就是臭美般 臭美的人没有年龄 而且啊 你要想美的不臭 美的香 你就得有一颗匠心啊 不颓唐 就不颓唐 就不颓唐